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大家好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财富奇门 财富奇门是用音盘的角度下去撰写的 那它也是属于叫做预测盘 所以您可以在开盘的当时 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时间 所以您直接就进入这个系统以后 这个是有石盘排盘和刻盘排盘 那首先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石盘排盘 那我们就按进去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6月11号15点18分的一个盘 那现在这个盘排出来以后 你注意一下 财富奇门是针对问财务有关的 问财务有关的 像我们要预测留年的财运 留月的财运或者是留年的财局 或者是要买卖房子的布局 或者是这个叫做投资求财 或者是公司要求财 或者是卖货求财 或者是买货求财 或交易买卖或合伙求财 或判断扬好坏 大概跟所谓钱有关的 我们称为财富奇门 那当然里面有口诀要灵 那也有各种福令 那也有八字流年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 开到这个盘财务奇门 里面有加所谓的奇门顿甲时空段 那时空段我们另外一个章节来讲 我们这一次就来讲财富奇门 那财富奇门一般就是常用得到的就是说 我想开一个公司想要投资求财 或者是我个人在上班 但是我想投资一项事业 好不好 投资一项杠杆 一项这个叫做投资案 好不好 那你就按这个投资求财 就按这个 按投资求财以后 他开始跟你讲说 投资求财 要分析的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日干 日干是属于问测者 那时干就是投资项目 一日干 因为一是日干 所以我们日干开出来是在昆宫 那昆宫里面有空网有入木 对不对 那接下来投资是需要动到本金的 所以在第二叫做物 第二物本金 那本金里面有极型 就是代表钱夹下去可能会没了 那第三做生意嘛 是要有利润嘛 看第三个工位 升门 那结果总和判断 就是 这是他的用神工的这些九星的 打满的一些分析 那最后他会告诉你 物客升门利润没了 代表升门跑了 显臭投资标的 食干漏工有其门失害投资会亏本 物逢即行会亏钱 那你开了这个盘 你还去投资吗 当然不要 好那我们接下来 譬如说我们在 企业份的时候 开了一个盘 好开这个盘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 公司求财 那就是 有 颜色的部分 有没有 这里就用神工 日干工 再来 二 三 四 五 公司求财 总共 要考虑的有几个用神 日干工 入木了 日干工 有没有 这里 一 是不是丙跟己入木 一入木了 入木就是勤门失害嘛 就不用讲了 那物呢 本金 开门 公司的用神 那二 二在这里 五 还有开门 没有问题 好 第三 升门 升门在这里 有 门破 有没有 好 接下来 井门 看井气好不好 好 是空王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空王 那 月干 同行竞争者 他是没有失害 好 那总和分析 他会告诉你 物与升门 增加投资 本金越大 赚钱越多 做对了 就是又花格 好 因为 你投资 都没有 你看哦 你所投资的 物 第二 在这里都没有 其本事害 那因为你本身有其本事害 所以 这个入木是要解决的 好 那如何解决呢 就是要 常常在前工做行为风水 然后要 把入木跟 集 以这个行为风水要 常常常烧钱 钱工服 然后做生意 这个也是要解一下 也要把它解一下 因为他这里有成本门破嘛 虽然会赚钱 但是还有一些障碍 这个属于叫做公司 投资 能不能赚钱的 好 那你如果说 有机会 你还要问一个 比如说在 这个7月15 我要问一个 叫做 卖货求财 卖货求财 我要卖货 那到底能不能得到钱 那你看 这里就会告诉你 这里有1234个条件要考虑的 日干是卖主 时干是货物 物是本金 生门是利润 到底卖这一批货能不能赚钱 这里 时干 客日干 后来客我 当然可以把它卖出去 物本金生门生我有利润 但是时干逢 有利润 虽然可以赚钱 但是时干逢即行门破入木 虽然可以卖出去 但是会亏本 你看 物本金生日干 我就是生生门 有利润 一方面有利润 但是第二个条件 是会亏本 所以代表 这个就是有 必须要 把这个什么 门破 有没有 日干门破 时干门破 物本金入木即行 统统要把事害解掉 事害解掉就是要在该公位 做行为风水 跟这个除事害 烧扑令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 就可能这笔生意 可以赚到钱 如果没有处理 可以赚到钱 但是又 因为时干 因为时干逢失害 所以代表 可以卖出去 但是可能利润就会又 又被侵蚀了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思 好 那交易买卖呢 好 交易买卖 交易买卖 就是看 日干 还有介绍人 还有时干 对方 好 因为这个都有门破 所以代表 他 这个交易买卖 也是会有一些障碍 好 那合伙求财呢 合伙求财 看 看出来没有答案 所以我们要再 另外选入日子 合伙求财 这个公卫 他分析 合伙求财 日干 时干 有一方落入空网 表示合伙不会成功 因为 日干是我 你看有入木 合伙人 有空网 入木 提醒门破 代表 这一次 问合伙的事情 可能不太妙哦 好 那羊仔的好坏呢 羊仔好坏 可以分为 你去看的 四间房子 哪一间是最好的 他统统会帮你分析出来 那当然还有 卖房的布局 要如何布局 这个卖房子 上面也会告诉你一些方法 还有 预测流年好不好 那预测今年 那 现在时间点开出来 他刚好 是76分 那流月呢 我们看看 一、二月份 86 3月呢 66 4月5月39 6月77 那这一些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盘 是因为你现在 开盘的 刹那是7月7号 15点18分 那如果您是在 2020年的 1月31号开盘 那可能就不是这个盘 所以 要用秦门顿甲来预测你 好坏 你今年的流月 流年 流年跟流月好坏 是要看你 什么时候开盘 那时候就是老天爷 要告诉你 今年 流年跟流月 运势好坏的一个盘 所以我只是在演示给各位 操作给各位看 那如果你把时间点改在 我要预测20 23年 我1月1号 12点 我要预测 我流年 2023年流年好不好 好 那就是这样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 用神功 91分 那用流年功耿功 84分 算不错吧 好 那20 23年 整个12月份的一个 好 每个月的现象 那 杨历的12月 91分 然后3月87 然后45月87 6月87 78月75 9月 9月呢 93 10 11呢 75 所以 整体的分数 在这里 所以 代表2023年 我如果在那一天开盘的时候 整年度 每个月份 几乎都不错 都不错 我这个是属于 跟财有关的一个判断 我这个是属于 音盘 财户奇门的一个功能解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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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